无论是新移民还是老移民,最关心的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。 很多宝妈们经常问Jolly一些有关孩子在葡萄牙上学的问题。 Jolly当年为了两个孩子上学,也是跑遍了里斯本大大小小的学校。 这期给大家分享下葡萄牙的教育系统。 葡萄牙的教育系统以其教育质量和普及性而闻名。 所有儿童都必须在6至18岁之间上学,并且有多种公立和私立学校可供选择。 而且葡萄牙还提供多项奖学金和经济援助计划,帮助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。 公立学校对所有公民和外国居民免费。 所有儿童都必须在6至18岁之间上学。 葡萄牙的学校教育分为学前阶段和基础教育的四个阶段。 学前阶段分为0到2岁的托儿所和3到5岁的幼儿园。 初等教育的第一阶段为6到10岁的第一学年到第四学年。 初等教育的第二阶段为10到12岁的第五学年到第六学年。 初等教育的第三阶段为12到15岁的第七学年到第九学年。 第四阶段的中等教育为15到18岁的第十学年到第十二学年。 葡萄牙的大多数托儿所都是私人的。 他们接收从4个月到3岁的孩子为数不多的公立托儿所, 由社会保障局经营,通常只接收低收入家庭。 在葡萄牙学前班或幼儿园不是强制性的。 孩子3岁开始上幼儿园, 5、6岁毕业准备上小学。 公立幼儿园是免费的。 由于位子数量有限, 优先考虑4至5岁的儿童, 以及受社会不利影响的儿童。 如残疾或未成年父母的子女, 您可以在葡萄牙找到公立和私立的幼儿园。 教育方法因学校而异, 但都涵盖5个小时的教育活动, 以促进孩子的社会、情感、认知、心理运动以及道德发展。 几乎一半的葡萄牙儿童就独于私立幼儿园。 因为公立幼儿园没有位子, 葡萄牙的私立学前教育在欧洲排名第二, 仅次于英国。 私立幼儿园每个月的费用在400到500欧之间, 有的甚至更高。 日托或儿童保育费每个月费用在500到600欧之间, 有的甚至更高。 每年高达6000欧以上, 葡萄牙的小学对应初等教育的第一个阶段, 即1到4年级。 葡萄牙公立学校的上学时间各不相同, 学校可以在8点30分到9点30分之间的任何时间开始, 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或5点。 总体来说,每天上学,必须满5个小时,包含休息时间。 初等教育的第一阶段学习科目有, 葡萄牙语、数学、科学、艺术、体育、英语。 初等教育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对应的是5到9年级, 这个阶段的上学时间取决于学校, 但是必须满足每周至少25小时的要求。 5年级和6年级的学习科目有,葡萄牙语、英语、葡萄牙历史和地理、 数学、科学、体育、视觉教育、信息技术、音乐。 从7年级到9年级,增加了以下学习科目。 第二外语、西班牙语、法语或德语、历史、地理、化学、物理。 对于所有年级,道德和宗教教育是可选的。 第四阶段中等教育的10年级到12年级相当于高中。 在这个阶段,葡萄牙教育体系开始扩展,为学生准备大学或就业做准备。 这个阶段最常见的课程是科学人文课程,面向希望升读大学的学生, 科学技术课程,面向希望在大学学习但增加实用和专业成分的学生, 以及专业课程。 在高中结束时,学生参加全国考试,这占他们最终成绩的百分比。 大学通常会列出,进入其课程所需的国家考试, 每个学年从9月份开始到次年6月份结束,一年有三个学期。 通常在假期之前,第一个学期是从9月份到12月份。 接下来是两周的圣诞节和新年假期,第二学期从1月份开始。 在复活节前两周结束,复活节假期后是第三个学期,也是最后一个学期。 从复活节后的星期二到6月中旬,葡萄牙的公立学校由国家赞助, 这意味着所有葡萄牙国民和外国居民的孩子都可以免费接受教育, 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多年来一直在提高。 但是公立学校仍然面临着教师队伍老龄化和毕业率低等问题。 公立学校的课程以葡萄牙语授课。 如果您的孩子还不会说这门语言,最好让他们进入国际学校。 您可以选择一所遵循葡萄牙语课程的国际学校, 以简化以后融入公立学校的过程。 葡萄牙的私立学校被认为比公立学校教学质量更好。 这些往往对上学时间、出勤率和遵守学校规则更加严格。 出于这些原因,父母可能会选择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, 以确保他们有一个更严格、更苛刻的学习环境。 一年级学生的入学时间在每年的4月至6月之间, 对于学校其他年级,孩子必须在最终成绩公布后的三个工作日内注册。 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让您的孩子进入公立学校。 在网站在线申请,或者您亲自到所在室的公立学校申请。 每所学校通常会在其网站上提供所需文件的清单。 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,了解应该准备哪些文件。 大多数学校的标准要求文件如下,孩子的身份证件或出生证明。 孩子的税号NIF,一张孩子的照片,完整的报名表,儿童免疫记录。